公孙暗在义京这儿大兴土木 修造了一座义京楼 然后他把赵子龙和众文武都给请来了 在楼里边是大白酒宴 哎呦 子龙和众文武都愣了 听说公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 看来呀 他想要乐享田园了 至这么个意思 就在这时有探报来报 说是袁绍从冀州起兵了 带领雄兵三十万 要来取一斤 好多文武脸都变色了 好紧张啊 他们知道公孙暗和袁绍交过风 被人家杀得大败 盘河桥一战 要没有赵子龙和刘备关羽张飞 说不定公孙将军的命都没了 现在袁绍又来了 连连公孙暂接了三次探报 可是没见袁绍一兵一族 公孙暂仰天大笑 子龙 看见了没有 袁绍啊 这叫虚张声势 他没有这个胆量 敢兵发我的一惊 只要他人马来了 我就叫他全军覆没 子龙真糊涂了 这一经楼从里到外 他全看了 怎么也不明白 说是公孙暂住的这里边就能灭了袁绍 等这顿酒宴完了之后 好多文武啊 都来找赵子龙来 子龙将军 我们跟公孙将军说不上话去 我们说什么他也不听 您还是劝劝他 您说这一经楼能管什么呀 这不作俭自服吗 等于束手待毙呀 袁绍人马来了 要把一斤包围起来 困还不得活活困死啊 子龙一听 列位说得有理啊 明日 我和督公一起 劝说劝说公孙将军 第二天一早 赵子龙啊 率领这些文武就来了 公孙暂挺高兴啊 他高兴什么 你们就应该这样 就像啊 穷臣朝拜皇帝那样 每天一早 能到我的一斤楼里边来一趟 听听我的训令 那是再好也不过了 等子龙进来 公孙暂一看 神色不对 怎么子龙将军和这些文武 都紧皱着双眉呀 都不得高兴 公孙暂不痛快 这怎么回事 子龙将军上前十里呀 将军 我们不知道您为什么修这么一座易经楼 修这座楼有什么用呢 我看 将军还是下令 把这楼拆掉吧 啊 公孙暂连连拍手 子龙将军 你此言差矣 我花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修起了这座易经楼 我为什么要拆它呀 哎呀将军 如今朝廷之中 笼琢专权 朝政日下 忠侯格局 互相摒吞 将军应该是 罗马立兵朝贤那事 陶董卓 清汉室 救民于水火 到那时 众望所归 将军要向急流勇退 我看也为时不晚呢 公孙暂连违然一笑 子龙啊 你不知道 我之所以修造这座易经楼 正是为了要做官成败 待机行事 我就等袁绍来打我了 这叫以一代劳啊 到那时 我以精锐之之 即疲惫之足 焉有不胜之力啊 董卓 只日可灭 我看 汉时必兴 天下太平 万民乐业 已经为时不远了 灭了董卓之后 我重复汉室 大功告成 再 退守易经 乐守田园 岂不美哉 到那时 我现修这楼 可就来不及了 我修此楼 是以不变应 万变之计 紫龙啊 你不妨 也随我在易经这会儿 想几年轻浮吧 好嘛 赵子龙越听越生气 先说这就好 我又年立志报效国家 到如今寸功未利 我现在易经这儿 跟着公孙赞 想清福了 根本想不了福 公孙赞说的这会儿 看了看子龙 以及他手下的这些文武 哦 我明白 这些人哪 都没明白 全部理解 我为什么修这易经楼 这楼是个什么楼 来来来 子龙 你随我来看一看 公孙赞透着亲热 拉着赵子龙的手 率领着文武 一层一层的 爬着易经楼 爬着这顶上来啊 公孙赞这才告诉这些人 列宫看见了没有 我修的这座楼啊 是外三内九啊 你在外边看呢 是三层 实际里边是九层 外边这三层 是按着天地人大三材啊 里边这九层 是按着九宫 请看 这上边是十个窗户 甲乙丙丁 物极更新人鬼 这是天干 我这楼一共是十二座门 按着地支 子丑银某 陈四五位 身有虚害 此之位无极生有极 有极生太极 太极分两亿 两亿分四项 四项变五行 五行分八卦 原来这儿没有这座易经楼 此之位无极啊 我在这儿建造了这座楼 这不有了吗 这叫有极 你们看这里边没有 这楼上边跟下边不一样 鸳鸯形的 这叫阴阳太极符合 众文武看了半天呐 眼珠子都酸了 也没看出 哪有五行 哪有八卦 把大伙鼻子都气歪了 列宫不必担心 我凭借此楼 就要破袁绍 我在这儿等他三年 他要不来 正像子龙将军说的那样 我要到那时兵也强 马也壮 粮草也冲突了 我就以一兴楼为大本营 尽可以供退 可以守 何愁 本出 不灭 慢说是袁绍原本出一个人 加上他的弟弟袁树 以及天下各路诸侯 我想打谁就打谁 席卷天下 指日可待啊 周公明白了吧 子龙 这回你放心了吧 来来来 舍白酒宴 我与周公痛饮一番歌舞上来 还要唱唱歌 跳跳舞 子龙啊 当时就拒绝了 拱手吃礼 挥兵将军 允军物多忙 要去操练人马 谢顾将军没 子龙说完了 啪 一提战袍 走了 中文武一瞧啊 那咱们都走吧 子龙将军不吃这酒 咱也就别喝了 跟着一起走吧 顾孙咱很扫兴 这些人 怎么就有福都会想呢 啊 你说在这一吃一喝啊 听听热歌 看个热舞得多美 哦 都走了 也难怪啊 赵子龙对我是耿耿中心 啊 每天给我操练人马 我也不能过于强留他 今天不喝 改天再喝吧 呃 他们不都走了吗 来 摆上一桌酒袭来 我自己喝 就从这天起 这一经楼里边啊 是歌舞声听啊 吹得拉弹唱 有时候公孙赞高兴 半夜起来 也得啊 跳跳唱唱 他也得喝几杯 可把这些文武都愁坏了 哎呦 他们络绎不绝地来着子龙啊 将军 您还得去劝劝 子龙每次见着公孙赞 都要劝劝一番 告诉他 您这一经楼 根本守不住 不能这么办 现在劳北姓多苦啊 那么谁能解谜与倒悬呢 就长将军你了 我为什么要辅佐你呢 你怎么能够大业不成 就先在此寻欢作乐 万万也使不得 开始啊 公孙赞 还给赵子龙解说一番 后来 公孙赞也没词了 哦 他慢慢明白了 众文武不敢来见我 全都托子龙来 到这儿来劝说 这不行啊 我为什么跟赵子龙这么客气 因为赵子龙救过我的命 另外啊 找这么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太不容易了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啊 所以我不好意思的得罪赵子龙 这些人才去找他 公孙赞一想 我得想个主意 干脆 定期会见文武 每逢说望之日 是初一和十五 让这些文武啊 到易经楼来一趟 说望之期来啊 这些文武啊 也跟子龙一样 纷纷劝说公孙赞 赶快搬出易经楼 不能在这里边摘 公孙赞一想 这些人真怪啊 哎呀 不行 我还得想个办法 咱们这吧 不要让他们进易经楼来 派人把楼门给我守住 文武要是有事 让他们每逢出一十五 上午晨时 就是现在的九点多钟吧 到这易经楼下望之一站 文在东武在西 排列开来 公孙赞把这窗户推开 尤打这楼窗里边探出头来 问问这些文武有什么事没有 这些回答回答 喝有事喝没事 有事赶快禀报 没事啊 都该干嘛干嘛去 嚷嚷了几次啊 中文武也不愿意来了 公孙赞有点腻了 怎么呢 这高一声低一声都不得劲呢 自己脚着 趴着窗户这样 跟那些文武说话特吃力 哎 他有办法 他就在这歌迹里面呢 挑了这么一个人 哎 让这个歌迹啊 向文武传达他的话 文武要有什么话 通过这歌迹 再来回禀公孙赞 歌迹歌迹的嗓子可真脆 趴着窗户那儿 每逢问起文武来啊 就像黄音教似的那么好听 你嗓子又焦又脆 音调还特别高 一标准女高音 中文武站在底下 越听越别扭 心里说我们这位公孙将军 这算完了 子龙啊 也是暗暗的叹息啊 看来已经 休矣 哎呀 子龙将军这后悔 当初我不路 听张飞张义德三将军的话 我跟着刘备 到平原去就对了 可是 我摸不开这个情面 就跟着公孙赞来 现在一看 这公孙赞的所作所为啊 还不及袁绍呢 这个蠢猜呀 可是子龙坐势不悔啊 交者不弃 只得忍其通生 能见着公孙赞就劝他两句 见不着他 自己就每日加紧操练人马 一声练练无意 也交一交这照亮 第二呢 解一解心头的烦门 这年的八月 忽然又有探报来到 说是袁寿 袁本初 带领精兵数十万 要来取一斤 这事儿不能耽误 立刻就得告诉公孙赞 公孙赞呢 哼 把脸这么一扭 怎么回事 他根本没介意 袁绍啊 他瞎吹嘘呀 去年他不就嚷嚷 要取我的一惊吗 他来了吗 根本不敢来 这次要是假的 不要理他 兵来将堂 水来吐吞 武将我有赵子龙辅佐 万人敌 他的严连文仇怎么样 都不是我家子龙的对手 我又有一金龙之功 袁绍不来则已 只要他到了我这儿 立刻就能成为我的接下 凶 嗯 没理这茬 子龙和仲文武啊 连连提醒公孙赞 可不能大意啊 咱们在疫经这儿 只有五六万人吗 如果袁绍 真统雄兵数十万 来发疫经 那危险可太大了 而且应该早做准备 说归说呀 公孙赞不听啊 赵亮都急了 劝子龙将军 我看您别跟他废那些话 赵亮知道子龙这脾气 说现在想让子龙 弃公孙赞而去 将军绝不会答应 子龙这个人啊 知书达理 点水之情涌泉相报 公孙赞 不是听子龙一说 司马值有难 立刻就赠了三万钱嘛 所以赵子龙不忍心 离他而去 赵亮甘着急啊 将军 这话我可不应当说呀 我是个娃娃 说的不一定对 我看这公孙赞啊 是一顾 小木 没法雕琢了 不要多说了 赶快去准备 如果袁少真的发兵来 我们好领兵 据敌 遵令 照亮一看 我看什么去 干脆我看看这马去吧 我把这赛龙却啊 好好的刷洗六位印 收拾好了 袁少来了之后 我请我这将军 跨马提枪 冲杀这一阵 能杀就杀 杀不了啊 我拉着马就跑 干脆离开这公孙赞得了 把照亮给气的 公孙赞判断的对不对 袁少真没敢来吗 谁说的 来了 袁少把底全都给摸了去啊 他打听的清清楚楚 这公孙赞 怎么楼民伤财 修的这一金楼 楼里边准备的是什么 赵子龙和重文武 怎么朝天去劝说 他不听 把袁少给乐得前仰后合 他乐什么 可惜呀 这公孙赞 这公孙赞他连一篇兵书他都没看过 这人太蠢了 我明白了 公孙赞呢 也不想和谁争斗了 他就想平平安安的在一经楼里边当两天土皇上就得了 哦 感情是这么当的事啊 那行了 上次啊 我是乍撑骑兵 这回真的了 哼 袁少一声令下 带领精兵三十万 先让严良文丑为政府先封官 带领两万飞虎军 封山开入玉水碟桥直取玉京 我是随后就到 谁要能取下了一经 捉住了公孙赞 我拜他为大将军 赐万金 谁要是能够 劝降了赵云赵子龙 要把他给活捉了 那就更好了 但是这话没敢说 因为什么呢 袁少心里有点含糊 能把赵云活捉了吗 就这么想吧 不管怎么说 只要能把赵云赵子龙 请来见我 我赏金三万 重赏之下 游泳夫啊 袁少啊 离开冀州浩浩荡荡 摔领人马 就奔一经杀来 这回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袁少确实发病 四龙赶忙到一经楼 来见公孙赞 到门口是 叫人给挡住了 不让进去 这公孙赞可真有绝活呀 什么绝活呀 他把那守门的武士全换了 都换成这女兵了 公孙赞啊 他说他瞅着顺流 那些武士一个个 武的三粗的 说话也特别的粗也 不能用这些人 每天公孙赞身边 有几百名歌迹 伺候他起居 喝酒 吃茶 公孙赞一有时间 就看舞 听歌 这回把这守门的武士再一换 公孙赞越看越高兴 这一个一个的 一经楼上上下下 全都是女的 各个都像花朵似的 如花似玉 玉立平平 柔情艳媚 娇小玲蓉 心相辅润 不履轻盈 我这楼里边这些人 都像嫦娥将士 蕊公仙子临凡 公孙赞越看越美 所以守门武士全换女的了 怎么到时候一说求见 这些人不给通病 怎么回事 说是将军有令 公孙赞又说了 每封朔万会文武 不是这么高一声低一声的 不得合适吗 两边都搅着别扭 怎么办呢 他准备了一筐 筐上摔一根绳子 游打这楼上边 把那筐系下来 文武啊 要有什么事写好了 把这个字简 就放在这筐里 他把它递了上去 等公孙赞看完了之后啊 要有什么指令 写在上边 再用那筐系下来 这女军和子龙一说呀 可把子龙气坏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眼看丁临城下 降着豪天了 袁绍就要包围一惊了 我看公孙将军 性命就要难保了 还有公孙弄这筐 上下来回系呀 其佣此理 只能一跺脚啪 本类下宝剑 剑袍这么一甩 就得一跺脚啊 两边这俩女兵 全坐地上 怎么回事 站着 可不这俩吓坏 只能去破门而入 没那时间了 腾腾腾直接闯上来了 什么外三层那九层 里边按九宫啊 直接就上了最高这层 公孙赞哪 正人背着手 闪花呢 嗯 公孙藏这么一听 这谁走路这么大动静啊 不对呀 我记得我身边的这些人 每一个走过来 就像翻吹过来似的 就像那云在飘过来似的一样 不知不觉的 就到了你的跟前了 人没过来之后 必有一股心香之气 使人能相撤肺腑啊 就是这谁啊 他回头这么一看 公孙赞一愣 是赵子龙 看子龙满脸怒气啊 子龙就把袁绍发兵的事 原原本本的都跟公孙赞说了 公孙赞哈哈大笑 哎呀 子龙将军 我打出了什么大事了 袁绍发兵来了 来就来了吧 我早已密号破敌之策了 将军只管放心 愿意打呀 你就出城去打他 不愿意打 哎 你就在一经直拭目以待 看我如何破袁绍 把赵子龙气点 转身下楼了 他想啊 赵亮说的对 我别跟他背着话了 干脆打去吧 子龙领兵出城拒敌 严连文筹 严连攻了十天 攻城不下 这时袁绍道 一听说连打十天会取不下一惊 袁绍是拍满大怒 旁边过了一个人 冷笑一声 主公不必动怒 我自有破城之计